你 改呀 改呀 我回来了 蓝岑哥 你回来了 我赢了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接你 全县民兵大比武刺杀组第一名 行啊你 满岑哥 也怨不得你平常走路看天臭牛气 你这力气大拳头硬脑子活 咱县里的啥比赛你都能拿第一 有两下子呀 我是谁呀 满岑 大梨树谁不知道 是嘚瑟的 我拿第一次怪的 哎 快点滑 大娘在家做了土豆丝卷饼 等着咱俩回去吃呢 你姑娘家家成天去我们家蹭饭 你也不怕别人笑话你 传闲话 真是的 我为啥要怕别人说闲话呀 我深圳不怕影子歪的 哎 门岑哥 你快看哪儿 坏了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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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有没有人 医生 医生 赶快救救他 他怎么了 他游泳咽着了 这哪儿游泳 他自个儿跳河里的 他跳河里的 你们俩赶快先出去好吗 你们俩先出去 好 好 你别耽误着你 你先把鞋穿上 把这把豆脱下来 冷吗 不冷 臭 你说 这警媒也算是知情里 最漂亮的一朵花了 他咋也有想不开的事啊 谁知道呢 人都说 漂亮的姑娘心小 这林黛玉不就是 被人气死了吗 林黛玉哪个村的 大哥 你心真大 你 你再叫我哥 来 交费 怎么样 学习 好好好 我去我去我去 凭啥我们交啊 你们不交难道我交啊 我 行了 别说了 你回来 干啥呀 凭啥我们交呀 行了 赶紧凑服吧 张张 你脖子上的虎幅呢 哎呦 医生 里面那姑娘怎么样了 那个知青怀孕了 幸亏你们送的及时 要不然呀 两条人命就保不住了 怀孕 怀孕了 怀孕三个月了 他结婚了吗 结了吗 怎么就是知青 哪有一个结婚的呀 未婚呀 啊 这事情可严重了 你们赶快让孩子的 父亲来一下吧 孩子父亲是谁啊 你都不知道 我上哪知道去啊 哎 哎 哎 躺下躺下 哎 大夫 我 我 我好了 没事了 让我走吧 你现在是孕妇 必须注意身体 要不然会出人命的 哎 大夫 大夫 这事你可千万替我保密啊 不能告诉别人 那不行 你没结婚就怀上了孩子 这是违反纪律的 你是知青 我们必须上报啊 不是 你听我说 我求求你了 你千万得给我保密 你这事跟我说出去 我就完蛋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来吧 躺下 咱们走吧 咱们走吧 哎 不行 这医药费是你垫的 我得问他要钱去 他人要费 你啥时候 你跟人要医药费 你真有意思 我啊 你真是 你钱没要呢 要啥钱呢你 这么干啥的 去看看 你管别人干啥 去看看吧 把他带走 干什么 凭什么 凭你有生活作风问题 你乱搞男女关系 违反组织纪律 破坏中央知青政策 严重地玷污了 我们知青的纯洁形象 我作为大理数 知青点的负责人 现在要把你带回去水门 带走 不 不 干什么呀你们 高红 事情没搞清楚 你没权利抓人 事实就在景梅的肚子里 未婚先孕 这是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 景梅 高红叔叔诬陷你 景梅 你别害怕 有什么事咱实话实说 你和我跟灵灵在 我看谁敢欺负你 你们别问了 就算景梅真的怀孕了 那也是她自己的事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蒋灵灵同学 请你站稳自己的立场 平常你跟景梅的关系好 我不管 但是现在景梅未婚先孕 真是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 她这是公开和婚姻法作对 生风败俗丢剃了我们知青的脸 给我们知青的脸上罔黑 是不是 是 是 我告诉你们两个 今天谁也不许管这个事情 谁要是多管闲事 我连她一块儿干 别动 走 把人给我带走 是 就别闹腾了 先别走 你们这把人带走了 我们刚刚垫付的医药费谁还呀 什么医药费啊 关我们什么事啊 我说你这是怎么说话 你别劝我 那我们要不付 那医生能救他呀 走开 在这儿捣乱 你 走开 什么人哪 这都是 什么什么人 我跟你说了 不跟他们要 不跟他们要 你还非得添乱 这咋还不讲理呢 行了 走吧 咋了 坏了 我奖杯呢 呀 奖杯 我闻你 我奖杯呢 我刚刚一着急好像是落船上了 怎么一看你 就知道想着你的医药费 取回来不就完了吗 今天发生的事 到家里别告诉我妈啊 你啥不能说呀 让我妈担心 我就不 你垫着医药费还不觉得委屈呢 行了 你别说了 回来啦 妈 大娘 这嘎牙抱个啥呀 抱个脚 饿死我了 赢了 赢了 这漂亮 我儿子就只行 你看 明明大别我刺杀组第一呢 你看 牛的呢 厉害吧 厉害 太厉害 我儿子就是厉害 妈 我想吃面了 明天你给我做点 翻唱面吧 好吧 就想着你自己吃 你怎么不改牙喜欢吃啥 怕不是万人 天天来咱家 咱家粮食 大笔东西放点 比我都清楚 又不是客 那是啊 改牙就不是客 改牙和咱们家人呢 差不太多 是不是改牙 大娘 嗯 我就喜欢吃您做的饭 比那公寨食堂的大师傅 做的相多了 你早说呀孩子 你想吃什么以后够饭的 好嘞 嗯 干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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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女儿还她是女儿啊 都是 都是我儿 呵呵 是 这啥你美的你 你咋还不能美的 嗯 大娘 我跟你说个事 今天 满强哥在河里 救了一个女知青 不是 不是让你说的吗 我就说 大娘 还不让我告诉你 他就是救了个女知青 可要是还不让我说 这是好事啊 我给你了 那种 哪个女知青 就是那个 平常不怎么爱说话 然后脾气还挺臭 跟那个葛红 对着来的警媒 哦 那孩子我知道 长得挺好看的 他贪生啥事 他这么想不开 没结婚就怀孕了 那肯定觉着没脸活着了呗 又跳盒的时候 刚好让满仓哥给救了 哎呦 我的妈呀 这胆真大 这没嫁人就大肚子了 咱大家大灵兽这个鬼 都不敢这么做 哎呦 这孩子真是大 刚才回来的时候 就看着主红 带着明明把警媒给抓走了 能有大姑娘家家 摊上这种事啊 这辈子名声毁了 完了 真的 一辈子都完了 我不嘛 那警媒 平常看着 他见着人也不怎么爱打招呼 平常走 那恨不得下不壳 都扬到天上去了 谁能想他能干出这种事 真是尿驴踢死人 你有完没完 能不能吃饭啊 吃饭堵不住你嘴 那刀刀可没完呢 我又不吃了呢 能不能吃 这孩子 怎么说话呢 我不吃了 吃 吃别听他的 大家我不吃我走了 快 哎那个 满仓 我进去 送他 送他妈呀 快去 你不用送 你没准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傻子 他改眼都生气了 没看出来 嗯 妈 他长的脸要生气的脸 对 你怎么说啊 妈 嗯 你要那么歇爱他 你就认他当干闺女吧 给我耍心眼了是吗 嗯 我是认怨他 我不是让他给我当干闺女 我是让他给我当 当啥你知道 您心里咋想的我知道 可我跟改眼打小人一起光屁股长大的 在我眼里他就是一假小子 一哥们儿一兄弟 你说我把这兄弟和哥们儿娶回家来 这别人牙还不笑掉了 我看挺好 你说 咱两家只跟着底 你赶牙跟我可对脾气了 这多好啊 同学们 同志们 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从城市来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所谓 我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 被革命事业准备的预备队 是改天换地的生力军 像我们这样的人 应该比一般的农民更加地严格要求自己 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是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新青年的形象 但是现在 在我们的知青群体里面 出现了害群之马 严重地玷污了我们知青的群体形象 和社会风气 这个事件 是典型地破坏了中央的知青政策 乐宏 别屁大个事 就往阶级立场上靠性吧 知青形象无小事 跟知青有关的事情 就是跟中央路线政策有关 那 以权谋私 打击报复 也跟中央政策有关吗 我打击报复谁了 我打击报复他 我犯得着吗 犯得着 犯不着 你心里清楚 靖北 那个人到底是谁呀 这么大的事 你一个人扛不住 靖北 跟你搞破鞋的那个男人是谁 并不难查出来 你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期间 乱搞男女关系 破坏社会风气 这个事件的严重性 我希望你能认清刑事 你要想查你就慢慢查去吧 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谁 那可就奇怪了啊 你不知道她是谁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怎么来的 是怎么来的 我是真的不希望看到你因为这个事情而毁了你的前途 可是如果你一味地不交代问题 那我也没办法了 我只好把这个事情上报到公社 甚至到县里 到时候 你景梅的这破事 可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了 高黄 你太过分了吧 这是我的职责 景梅 你不说是吧 北东 到 去把景梅的破怪卷抱过来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憲哥 你弄破她辈的 她晚上怎么睡觉啊 她现在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Vielen Dank 如果真被你整住个三长两短 就是一尸两命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个人的生命 必须要向阶级立场服从 如果是为了保卫上山下乡的 革命成果 死一两个人 并不算什么 高红 你别欺人太甚 警媒 也许这个男人的照片 就藏在被子里面 我倒要打开看一看 这里面 是不是还藏着什么别的证据 高红 你没看他站都站不稳了 你还要审他 不要被阶级敌人的假象 蒙蔽了革命群众的双眼 同学们 我们要站稳自己的立场 我倒要看看 这褥子里面 也藏了什么 葛红 你太过分了 你这明摆着欺负警媒吗 郑凯 我没有欺负任何人 是他自己行为不检点 怀了野种的孩子 到现在连孩子的父亲 是谁都不老实交代 这是犯罪 你们大家都知道吗 静媒 不要以为你可以蒙混过去了 你今天不交代 今天就没完 不要碰他 不要为他的表演所蒙蔽了 同学们 我们要站稳自己的立场 有立场就可以没有人性吗 你太过分了 蒋灵灵 你现在的思想很危险 思想 我的行为还很危险呢 放开你 你放开我 魏东 放开 魏东 住手 放开 小长 猖狂 杨烈烈 我告诉你 不要因为你跟他平时关系好 你就可以忘了接接斗章了 你现在的行为后果自负 不许动他 葛红 你冷静冷静 刚才的意外呢 让你的衣服都受损了 你说在这么严肃的场合下 有损于一个革命小将的形象吗 你是不是先把衣服缝好了 再来审呀 魏东 到 把他给我关到柴房 明天开始正式批斗 一天不交代问题 就一天不给吃饭 是 进来 进来 小范 准备 这狗红是要往死里整你啊 这 这柴房怎么住人呢 还不如死了呢 死了一了百了 姐妹 你告诉我 那男的到底是谁啊 你就别问了 我不想说 不说就不说了 我们不问了 你别太难过了 没你俩的事 出去 别碰我 出去 去 曼桑哥 搞烟 咋了 大娘 哎 那葛红带着一帮那个知青 在那批斗景梅呢 他身子骨那么弱 八成是快顶不住了 哎呦 是吗 景梅这丫头也真是的 你说离家这么远 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这爹妈知道 怎么心疼呢 大娘 您是没听见 那葛红说话可难听了 我要是景梅 早就一头撞死了 不过你说也怪啊 这事都闹得这么沸沸扬扬的 那男的生是没有出现 就让景梅一个人在那儿顶着 造孽 大人受点罪就受点罪呗 那罪是自己长的 那肚子里的孩子招谁惹谁了 你都没看见 你葛红刚刚在那儿问 景梅要那个男人的证据 把景梅的床褥全部都给撕碎了 你说一个姑娘家 下手这么狠啊 哎 他们在城里不是一 一起长大的同学吗 是啊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门仓 门仓 哎 妈 你来 来 咋啦 来 呀 没吃饱又回来了 去 没吃饱 我有照顺来说的 怎么了 葛红带着一帮知青 但他批豆景梅呢 说起来人怎么那么坏呢 你不跟郑凯关系好吗 你赶紧去说一说去啊 你给说和说和 别那么对景梅 肚子里怀着孩子呢 经不住折腾 快去 是啊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这 这个知青的事咱管多了 是不是也不好啊 狗屁 知青 你帮屁舌不懂的孩子 知青的 你去 我告诉你在这大黎叔一带 没有你妈不敢管的正事 你去呀 你就是生产大队长 你怕啥 咱是干部家属 去 出事了 妈给你顶着 赶紧 赶紧 好 大娘 我走了 走了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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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 这景梅在哪儿 景梅被关到柴房里面了 哦 好 谢谢啊 坐了 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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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警卫 警卫 快来人呢 来人呢 快来人呢 快来人呢 警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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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卫快快 门打开 快 褥子铺上 小心点 小心点 快 转通 轻点啊 让他躺下 把鞋脱了 快 有水吗 把水给我 好 有没有吃的呀 吃的 来 扶他起来 喝口水 来 慢点 干什么呢 慢点 放开他 让开 你干吗呀你 不许给他东西吃 你真有意思啊 这监狱里的犯人 都让吃让喝 为啥你同学 就不能喝呀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他不交代问题 就要从严处理 那你也不能把人 往死里逼呀 谁逼他了 有人逼他吗 他这是自绝于人民 给啊 去 让我妈弄点吃的去 去吧 哎 知道了 让开 谁做的谁吃 你做的东西 别想带进我们知青大院 我们知青的事 你也管不着 是吗 今天这事啊 我还就管了 我是这儿的民兵牌长 大家都知道 这儿的事我就能管 社员同志 知青归知青半管 你是农村里的民兵牌长 我才是这儿的负责人 这事我说了算 你一个大老爷们的 没事来往女生宿舍跑什么呀 你有什么目的呀 难不成 不成 警方 警眉肚子里的孩子 跟你有关系 不是 你说啥呢你 你会说人话吗你 出去 你会说人话吗你 你再说一次 你出去 你再说一次 你再说 你再说 别装了 快起来吧 去吧 到那儿去跟人好好说话啊 可不许玩横的 我没玩横的 妈 你没看到 他根本就不讲理 就是个母郎 那也不许玩横的 这些孩子 背景离乡的 都挺可怜的 你把东西往那儿一放就回来 我知道了 去吧 放心吧 可眼儿 赶紧去 替大娘看着点 别装装给人打架 好嘞 大娘 放心吧 啊 警眉 你既不交代 和你一起玷污我们知情荣誉的同事 也不从灵魂深处认识自己的滔天罪行也就罢了 你竟然还敢自觉于人民 好 既然你想包庇你的同伙 那我也不为难你 那我也不为难你 这样吧 你就交代一下 你们的犯罪细节 你们都是在哪儿私通的 几天见一次面 是谁先勾的谁的 是你先提出的那个事 还是他先提出的 把这些问题都交代一下 越细致越好 记清楚一点 高红 你好歹也是个读过书的知情 这是人仅没隐私好怕 什么叫隐私 合法婚姻才叫隐私 我现在让他交代的是犯罪细节 别说话那么难听 交代什么犯罪过程 你就是嫉妒靖魂 我嫉妒他 我至于吗 你别在那儿胡搅蛮缠 现在说的是靖魂的问题 若红 你别没事拿着计猫就当令箭 有事没事就想整靖魂 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 谁都知道你嫉妒靖魂 我看你就是心里扭曲 我扭曲 我扭曲我肚子里没穿野种 我扭曲我 我没搞祸心 让开 小魏 让开 马桑 你干吗 放开 站着外套 满仓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知青内部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人是我救他 跟我就有关系 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们折腾的 走 别动 他犯了错误 他就要接受审问 他越是这么顽固 就说明他罪行越大 什么罪名啊 不就男女那点事吗 有什么罪名了 他破坏了下乡青年知青政策 给下乡青年脸上抹黑 真是有意思啊 人家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给你们抹什么黑啊 给你抹黑了 谈恋爱 好啊 你问问他 跟他谈恋爱的人是谁 他说不出来就是搞破鞋 行了吧你 我还就真的奇怪了 你这么抱着他不撒手 算是怎么回事啊 难不成 是你跟他不清不楚的 别在这儿瞎说 你说啥呢你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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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仓 这个应该是你的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干活的时候我看到你带过他 怎么会在井梅的脖子上 拿过来给我 这就是物证 看来你果真跟他有关系 你嘴怎么那么脏啊 我还跟你有关系呢 这不明摆着的吗 我揪他说调了呗 这可就奇怪了啊 这个调缀 会从你脖子上 跑到他的脖子上 他自己长腿了 你是在河里救人哪 还是在草堆里抱人哪 你混蛋你 怎么了 别动 别动 戳到你痛出了是吧 满仓 你说清楚 井梅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的 你少废话你 大家都知道 我总共跟井梅没说过几句话 少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 不是你的你就把它放下 跟你没关系你就走人 别在这儿都管些事 这事我还管定了 怎么了 满仓我告诉你 谁护着他 谁就跟他脱不了关系 你可是民兵排长 别给自己找麻烦 你别吓我 别说这事跟我没关系 就是有关系我也不怕 大梨树我怕过谁啊 我根正苗红 贫下中农 我告诉你 这事我还管定了吗 我看你们能怎么抓我 你终于承认了 你就是跟他有关系 对 有关系 我就是跟他有关系 你满意了吧 让开 让开 干什么 干 让开 去哪儿 你去哪儿 找哪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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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你说这帮孩子 在城里都是同学 是街坊 这有啥身着打狠呢 吓得了这么狠的时候 谁说不是呢 这些人确实有点狠 心里容不下别人 只能容却自己 也不知道吃啥脚大的 眼门 眼门 出来 买他 出来 这谁来这么厉害 听着像葛红 就是欺负他那丫头 拦着他 不让他进来 那个 别着急动手 那毛泽西说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他要真欺负人哪 你甭客气 下手有点准头 就 好嘞 满车 错了 满车 来了这么多人 你明是到我们家来蹭饭的吧 对不住了 我们家伺候不了 你们来错地方了 赶紧去大队部去 满苍 我不想跟你一般见识 赶紧把景梅给我交出来 你的事 以后再说 把人交出来 交出来 都闭嘴 都闭嘴 那口气还不小 你不怕自己把自己吓到啊 我跟你们明说吧 人我是不会交 我就想看看你们 今天能把我怎么招 我告诉你满苍 这是我们知青内部的事情 你一个外人 最好少管闲事 我外人 你也不怕笑掉大牙 告诉你们在这儿 大黎叔 你们才是外人 知道吗 你跟景梅什么关系啊 我跟他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你是破坏知识青年改造 行了 别拿大话来吓唬我 我不怕 我告诉你们 我就看不惯你们欺负人 你们跟他有话说没问题 但有一点 等他身体痒好之后再说 好吧 赶紧走吧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懒得跟你啰嗦 维东 走 把景梅给我带着 是 干什么呀 去哪儿了 让开 去哪儿了 让开 再不让开对你不客气了 少跟他废话 就你们亲人 还敢过来要人 别说你们几个 再来十个八个我也不怕 让开 你干嘛 别给脸不要脸啊 满蹭 走着敲 走 等着 你等着 你等着 慢走不送啊 小样吧 妈 你在这儿啊 这儿啊 那不行 走啊 妈 这儿起来了 呦 孩子 这咋起来了 喂 怎么样好点儿吧 大娘 给你们添麻烦了 吃了 你这话说的 帮人帮到底嘛 你留在这儿就安心养病 啥事都不能想 没人敢欺负你 有什么事有我和我妈呢 给我一点啊 咱得说清楚了啊 你不能胡思乱想 万一有什么事 我跟我妈说不清楚 这孩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闺女啊 没啥勾气的坎 天塌下来有地结人啊 你千不该万不该啊 你不该缩紧自己 和肚子里的孩子啊 你瞧瞧你 这一天 鬼门关门跑了三趟 三趟阎王也都没受命 这么着 你就在大娘这儿住着 想吃什么呀 你就说大娘给你做去 离那些疯子远点 等把身子养好了 缓缓缓过劲的再回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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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热喝 这小米粥可养人了 喝吧 嗯 妈 对 谢谢 别 多喝点 是 有我 我们呢 多喝点啊 你说满仓这小子下手也太好了吗 到现在我这胳膊还疼着呢 你说满仓那么拼命地救警围 他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对 还送他去月 还送他回家 就是 你还提醒我 满仓 满仓 哎 哎 哎 这姐妹就这么住你家了 住下了 哎 哎 我说 你这些大小伙子让这一个大肚子婆娘住在你家里 你就不怕传出去 你以后怎么娶媳妇啊 孩子又不是我呢 我怕啥呀 你不怕我怕 我不管 反正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啊 你可真有意思 就我们家的事还得 让你同意啊 这谁说的呀 我说的 满仓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你捣什么乱呀 郑凯 你跟满仓关系很好 是吧 我跟满仓关系好也碍着你的事了 满仓跟景梅 关系也很好 是吧 满仓跟咱们知青点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 除了你 行 那你告诉满仓 既然这事他做了 他就要对景梅负责到底